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现在很多人都是外边故作坚强 但内心却过得很苦 很累 也许过得幸福不幸福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一个女人幸不幸福 可以通过她的一些特征判断出来 以下是我总结的几点 送给那些婚姻不幸福的女人 不知道有没有收到你们内心深处 一 处处都隐藏着警惕心 一个不幸福的女人 不管身边的人对她再好 她始终都会防止她 也许这和她的婚姻生活有关 她缺少安全感 所以对每一个对她好的人都藏有警惕心 生怕哪一天因为自己的疏忽 而使别人沉虚而入 从而会再次伤害自己 一个女人要想牢牢地抓住一个男人 就要与她肩并肩地一起去努力 这样才能够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变得更加甜蜜 而且他们很在意外人的眼光 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们都会放在心上 等到自己没事的时候 就会反反复复地去考虑 总是会在心里琢磨来琢磨去 从而也会导致她一味地猜想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人所说的话只是水口而出 别人也没有他们心中所想的那个意思 其实说白了和这种女人相处起来 是一件非常难熬的事情 会使你们在接触的过程中 变得很累很累 非常容易生气 一个女人如果婚姻不幸福 会使她们整个人都变得很憔悴 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而且她们总会因为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 而爆发脾气 从而伤害了很多关爱她的人 像她们这种女人 往往不经意间就会变得情绪低落 不愿意和外界交流 永远都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 不管怎么劝说 她们都听不进去的 女人之所以婚姻不幸福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丈夫的不疼爱 因为女人都是感性动物 她们都想得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如果嫁给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每天都会对她忽冷忽热 从不会考虑她的感受 整天把她当成玩具 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 不需要的时候就会把她们扔到一边去 这样的女人就会变得情绪不安 和人相处过程中会发生冲突 容易产生易动怒的性格 往往这类人的交友社圈很平淡 因为她们自身的原因而使别人远离她 很多女人在结过婚后 因为孩子的原因 不管日子过得多么辛酸 她们也会坚持下去 而且她们在结过婚后 觉得自己有了一辈子的靠山 就把自己的工作给迟了 安心在家里照顾孩子 照顾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 就像我们常说的家庭祖父 为了得到老公的欢心 她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男人 能够好好地对待自己 一心只爱她一个人 其实像这种女人才是真的傻 如果一个男人真心地喜欢你 她就会处处为你着想 而不是让你一味地去讨好她 你这样做只会让你男人觉得 你就是她的累赘 从来会因为种种的理由去嫌弃你 这样就会导致他们出去找情人 因为她知道即使被你发现了 你也不会生气的 因为在她看来 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 根本离不开她了 所以这样就会使她 变本加厉地伤害你 从来不会去考虑你的感受 所以女人们 永远不要去做一些下三滥的事情 这样只会让大多数的男人远离你 你要知道 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不管别人怎么想方设法 她都不会丢失 记住做你自己比什么都重要